许贫瘫坐在地上,脑海里浮现两个赤红加粗的大字 完了,他这要怎么与皇上交代啊 等等,那道士说他要找别的道士 他兴许也可以找别的道士帮忙啊 许贫转身想回房间,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他猛地扭头望去,就看到玉池峰追着一个醋狙跑了进来 玉池峰一开始没注意到许贫 等他抱起醋狙站起身来时,就对上了许贫那双阴毒的毛子 许贫笑着朝着他走过去 八皇子殿下 玉池峰看向他 你认识我 当然了 说话的功夫,许贫已经走到了玉池峰面前 他一把掐住玉池峰的脖子,二话不说往莲花池走去 直接将玉池峰的头按了进去 玉池峰看到了,肯定会告诉梁飞的 梁飞若是知道了,他就完了 玉池峰还没发出声音,就吃了一嘴的水,呛得整张脸都涨红了 妹妹,妹妹救命 玉池峰坐在地上等了一会儿,见玉池峰还没来 他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连忙朝着玉池峰离开的方向爬过去 景怀安就跟在他身后 他到的时候,许贫已经是第三次将玉池峰的头往水里按了 玉池峰连忙出声 景怀安瞄懂了他的意思,冲过去直接握住许贫的手腕,用力一扳 许贫尖叫了一声,手松开了 景怀安将玉池峰抱住,一脚将许贫踢飞 许贫砰的一声摔在地上,肚子一阵剧痛 玉池峰连忙冲景怀安,啊了一声 景怀安懂他的意思了,抱着玉池峰就往御医府飞升而去 得快,不然八皇子就小命不保了 八皇子若是出事,和他一起玩的小公主就脱不了干系 有景怀安在,玉池峰相信小八会没事的 他抬眸看向许贫,许贫捂着肚子站起身来 看到玉池峰,他脸色变换了几次,最终一狠心朝着他走了过来 小公主的侍卫已经看到他杀八皇子了,横竖都脱不了干系了 他不如直接杀了玉池峰,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玉池峰看向许贫的肚子,他的肚子里有一个英灵 不,正确地说是怨灵 这皇宫里不知道多少孩子还未出生就夭折了 这会儿在许贫肚子里的就是这么一个早妖的怨灵 不仅如此,许贫的身边还围着许多的怨灵 他们正在排队吸取他的生命力 他在排队吸取他的肚子里的肚子里